大家好 我是明哥 这里是明哥聊太期 今天的实战教学 我们这个实战呢 防守动作 上一次我们讲到过一个拍挡 在三手当中 我们应用了一种防御的手段 我们今天呢 讲一个挂挡 好,我们请朱师傅来帮忙 我们看 这个 这个 上一次我们讲拍挡 对方用的是直拳 是直拳 那么这是直拳 当直拳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拍挡 我们用手 直接拍挡他的 小背 这个部分 小背 到手腕 到小背 这个部分 拍 拍的时候呢 我们身体略向这边偏 你拍他一点他偏一点 你自己再偏一点 这样就打不到你了 这种偏 好,今天呢 我们给大家讲一下 在三手的防御中的动作 别人不是用的直拳 而是用的是摆 是摆拳 这种摆拳 像两边摆的 那么我们的防御呢 用拍打就不行了 那么我们今天呢 讲一个叫挂挡 就是这个挡住的挡 我们挂挡挡的时候 它是一个摆拳 从这旁边向这边摆过来 那么我们的拍挡 就不起作用了 那么挂挡呢 我们过来 打过来过以后 那么我们挂挡呢 握拳的时候呢 向上挂住它的 挂住它的这个地方 你看这个地方挂住它 像它像一个钩子 挂在我的小背上 然后我去向后脑勺的方向摸 摸我的后脑勺 那么你看 这样就挂 但是在挂的时候不能 它的力量很大 我们不能像这样硬挂 这样硬向挂 硬挂是不行的 我们身体呢 要偏一点 你看 这样身体偏一点 它这个挂出来以后 这个拳打出来 这个摆拳 从这边打过来 我们要硬挂的话 它的劲很大 我们破 我们要破它的劲 我们要把这个身体 要偏一点 要偏一点 好 那么今天我们讲这个 在三手中 怎样防止 怎样防御 这个摆拳的进攻 希望大家能学会 这个 今天的实战这个栏目 我们就讲到这里 那个喜欢的朋友呢 你不要忘了按订阅 那么下次呢 我们再学习另一个动作 好谢谢大家的收看